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礼佛山问训 大众请起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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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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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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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 同發菩提心 往生安樂果 南無阿彌陀佛 回潟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這個非善之言不如常任之耳 所以非善之言 所以非常之言就不是常态 打破了这种常态 超出了我们的常情思维 超越了我们的常识 认识 打破常规 这叫做非常 不在常理当中 就是你按照一般的道理 推论 状态 经验 逻辑 思维 通通都没办法来思维 这叫做非常 那么什么是常呢 就是这种封闭的状态 就以为这个事一定都这样 常理出牌 常规 你比如说我们在这地方开车 你开车的话 车多了 堵了 这地方肯定要有交通堵塞了 那是常规 如果你开车可以当直升机用 那就不一样了 前面一堵 马上呼呼就跳起来 呼呼就飞过去了 对吧 没有车的话又下下来 那你现在就不行了 你车堵住以后 你车在家的中间 人家不动你就不能动 因为你也不能跳起来 但如果你开一部车 是叫做空地两用的 你开了一半堵住了吧 堵住了我一按车 啾 起来了 这样人家就不能理解了 怎么可能堵住你 你怎么能出来 那是不可能的 那你不可能 我就可能 他这个就非常 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世间 你说很多话 你说 别释迦牟尼佛讲五戒十善 这个是 这是长眼 如常忍之耳听 哎对 这佛讲得很好 但是你跟他讲什么 西方极乐世界 这就是非常之言了 不如常忍之耳 因为极乐世界 他放世界 他这个耳朵听不进去的 就说 怎么要不如常忍之耳 你讲给他听 拿个大喇叭 拿一个耳塞 塞到耳朵里边 放 给他听 他都听不进去 因为现在大家去旅游到泰国 斯里兰卡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还是佛法的地区 但是他不相信西方极乐世界 不如常忍之耳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佛法 你看 五戒十善一半能听得懂 然后讲这个烦恼 那个烦恼他听得懂 这就是世间的 他可以听 但是你讲他方净土 他就听不进去了 你讲甚至有的人 连这个三十英国六道轮回 他也听不进去的 对他来讲 已经超过了他的长情思维 他的心很局限 很狭小 所以他不能相信 那么有的 比如其他的宗教 学说 天上 地下还是可以相信的 上天 但是你讲他方净土 他也不能相信 他的世界很小 就是在从地上天 就这么大 让我们能够相信 他方净土 诸位 大菩萨 这样 就是能相信这个 这是非常 非常之 相信他方净土 还不算 还不算什么 相信我们这样的凡夫 只要称明 下至十生来至一生三念五念佛来因 都可以到净土 这你是非常之人 这样的话才能听得进去 一般人又不敢相信 这不可能 到了极乐世界 一般人想到了极乐世界 那还慢慢修 那如果到了极乐世界 快速成佛 他不能相信 所以我们各位 你们听到这个地方 不怀疑 已经是过五观斩六将 已经不是凡人了 当然还是凡人 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的 就是说能够听闻这个佛法难闻 净土难信 能够相信 这要给自己 这是过多年以来有这样的善根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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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